新聞出席先來關心家紀七的消息 議空以及家紀七國際觀角節 在今年的一月一合完完就沒有 在旁邊很多項目的好笑以及燒落的好笑 來參加國際觀角節項目的比賽以及燒落大賽 分別有像唱歌的項目以及27項的燒落作品來參賽 經過既立的策算和刮算 在今天基盤頒獎電禮 由市長王民輝親自頒獎 冬青空19年在市國際觀角節項目的比賽 既燒落比賽 參賽作品分別有10,000項目 以及27項的燒落作品 在在優秀的投稿作品中 並行進行籌算作業 競選出優秀作品 在透過嚴格的民選 為當中競選出 金白獎、銀白獎、鑽白獎以及加責頂 十四號在該市場中項基盤頒獎電禮 該市長王民輝特別感謝參賽者 紀錄嘉義美麗一切 嘉義士國際館樂節 我們藉由攝影比賽的方式 也把我們最美的影像 能夠留存下來 所以謝謝各位攝影大師 大家的參與 嘉義士過去是一個目督 在目督呢 我們現在不斷的有新的創意 新的創新 就是用燒落來呈現在 我們的木塊上 能夠有更多的藝術創作 這個燒落大賽呢 我們這一次 今年呢 也有二十七件來參與 那每一件的一個作品都相當的精彩 相當的細緻 也是寫出更多不一樣的故事 人青鳳十九年代 齊國際館樂節 兩秒比賽 最高中 風景百獎 總金兩萬元 總百一名 由吳昆富 原知美鐵俠 贏白由陳國鋒 超盟隊伍 以及劉昭君 比利時樂團 撃到 更總金一萬五千元 總百一名 二十百獎 得主三位 總金更一萬元 總百一名 全國騷擾比賽 最高中 風景百獎 總金三萬元 總百一名 由李淑銘 鼓舞青春 吹響人生 鐵俠 贏白由陳春彥 宇宙星谷 蘇怡涵 少運之旅 鐵俠 總金一萬五千元 二十百獎 得主三位 總金一萬元 總百一名 先閃到明解齊 蔡鳳 不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淑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